未来的某一天 日本陆续发生了突然死事件 健康的人们 即使上一秒能疯疯跳跳 下一秒也可能突然死去 男主 珍的母亲 就是一个例子 明明还在与珍讨论今天的晚饭 可突然就倒地死了 在那以后的十几年间 突然死的人数暴增至每年十万人 尽管学校生传 世界即将末日或外星人就快来临 珍却只是平静地活着 缺乏家庭温暖的她 总是散发着忧郁的气息 除了青梅竹马 秦丽以外 几乎没什么和其他人说话 秦丽由于长得漂亮 加上是位富家仙金 既常成为男生们的目标 这天受到排球部队长强势告白 又玩具不果后 珍不惜得罪对方 上前为她解围 隐约察觉秦丽也喜欢自己 珍试着对她提出了约会邀请 嘿 回到家 珍总算见到了那长年忙于研究 这次已有三天没回过家的科学家老爸 老爸在秦丽复兴的研究所工作 看她才回来一下就想走 珍忍不住对她发了脾气 隔天 珍与秦丽去了很多地方 看电影 逛街 拍大头贴 吃甜品 渡过愉快的一天之后 珍决定鼓起勇气 对秦丽说出心里的话 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地点 与珍长得一样的少年 独自站在荒凉的废墟 远处满视群众们的激动叫嚣 在掌管国家的宫女 亲子的一声令下之后 少年的父亲 立即雪剑当场 伸手异出 另一边 真正在向秦丽告白 秦丽却突然跌到父亲 沉重的一通来电 毫无预兆 这样的父亲 在工作途中叙事了 有人说是突然死 也有人说是过老死的 反正 却认为父亲的死 是咎由自诩 一向不被父亲所爱的他 只感到气愤 殊不知 危险就往自己步步紧逼 一切的一切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 原来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曾秘密研究物质传送 结果实验失败造成了时空扭曲 把世界给分裂成了两个 两个世界各有着相对的人物 而两人的生命是相连的 倘若其中一人死去 第一个人也会死 这就是突然死的原因 在只有极少人知晓事实的情况下 两个日本各经历了不同的历史 一边是遗忘战争 实现了和平的日本A 另一边是持续内战 经济阶级达到极限的日本B 出于某个目的 仅此把两个人送回了日本A 在那之后的几天 这群陆续发生分尸杀害的案件 一个于珍长得一模一样的少年 阿珍找了上门 什么也来不及说 两人就遭到刑事 阿珍让自己的人心兵器 挡住了同是人心兵器的司客 梅子 拖着珍逃跑到附近的废弃大楼 巧合之下 前来寻找珍的秦丽碰到了梅子 她正好是梅子想找的人 于是 两边都分别向珍与秦丽解释了两个世界的事情 阿珍的父母都是伟大的发明家 发明了移动装置及最初的人心兵器 可事后 这些技术都被残暴的宫女 秦子窃取 父亲更惨遭斩首 因此为了报仇 阿珍决心杀掉秦子的相对体 秦丽好让秦子归西 画面一转 秦丽跟随梅子找到了废弃大楼 梅子一不注意被珍的兵器偷袭 导致于远处的秦子断了连接 变得一动不动 梅经过这场面的秦丽 吓得腿软 送上门的猎物 令阿珍高兴急了 真听到秦丽的惨交声冲出门 却被阿珍压制 就在阿珍控制兵器杀死秦丽时 奇怪的事发生了 因为与秦子的连接断开 触发梅子紧急变更连接对象 与秦丽连接 正面对钢的情况下 阿珍的兵器很快被梅子打爆 侥幸的是梅子终于秦丽共感 想到杀死阿珍的话 珍也会死 梅子只好带珍离开 一时三刻不晓得怎么处理眼前的事 为了安全至上 秦丽决定三个人先待在一起 看珍拒绝她到家里过夜 她便翻过来跟珍回了家 与秦丽共感 梅子完完全全知晓 秦丽对珍的心意 珍询问她是不是近期连续杀人案的真凶 得到否认 但发现受害者 都是秦子身边公亲的相对体 那么说难道凶手是阿珍 没过几个小时 阿珍就主动找了上来 在否认自己杀过公亲后 两人遇到了另一个思客 梅子 秦丽被梅子打爆 阿珍根本打不过梅子 幸亏梅子及时出现 将梅子拦下 原来梅子与梅子是双胞胎姐妹 所谓掌管日本币的宫女 秦子只是个提线木偶 并无实权 歹毒的事都是被公亲们逼着做的 为了自保 同时阻止公亲们的恶权 秦子才委托梅子去保护秦丽 同时让梅子尽快除掉宰相的相对体 得知自己真正的仇人是公亲们 与秦子达到厉害一致的阿珍同一联手 双方的和好 另在远处观望的秦子喜笑颜开 等解决掉剩余的四位公亲 所有的事都会好起来的 带行李一觉醒来 大家以一片祥和的吃着早饭 按照原定计划 秦子与梅子今天杀阿珍 明天杀公亲 但既然不杀阿珍 那空出来的整天 两个人决定跟大家一起去玩 没错 是去玩 他们没意识到这个决定 将造成极度严重的后果 就这样 一行五人暂时忘却烦恼 玩了一整天 鼻子与梅子感叹 阿珍倘若与亲子相遇 一定很合得来 同时 珍决定抓紧机会 再一次继续上回没完成的告白 第二次的告白 并没有顺利 察觉到秦子遭遇危险 梅子匆匆赶去营救 原来 秦子因为被随从出卖 目前正在遭到公亲们的处决 与之相连的秦力 察觉身体越发无力 心里感到害怕又可惜 没听到珍的告白 就要与她永远分开了 完了一步 刀刃落下 梅子不仅没能阻止 亲子的悲剧 还因她不是人类 而被公亲们抓住 并实施强制共感 最终人格崩坏 沦为了他们的下一个提线木翁 在此经历重要的人 死在自己面前 珍开始变得萎靡不振 直到两个日本存在的亲力复兴 向他们了解事故经过后 决定加快手上要做的事 利用旗下研究所的高科技 他让人给阿正修好了人型兵器 然而 来不及给他做更多的部署 日本B直接对日本A发起了进攻 他们大批制作了与阿正人型兵器 类似的骷髅军送了过来 短短十几分钟 人来人往的心速发生了徒乘事件 民众无辜惨死 政府派出的自卫队全军覆没 与此同时 调查清楚日本A政府人员的身份后 日本B直接抓出其相对体实施抹杀 短时间内 让日本A的政府陷入瘫痪状态 为了阻止血流成河 阿正带着修好的人型兵器冲上战场 基于是发明家父亲亲手做的 阿正的兵器明显比日本B的骷髅军更加强大 奈何对方数量太多 阿正杀也杀不完 没能从伤痛振作过来的针留在原地 在与梅子脑中残存的情力意识沟通后 决定带着梅子协助阿正 在阿正精疲力竭时 与针建立共感的梅子冲出来斩杀的在场的骷髅军 当然 事情没有那么容易结束 瞬间 大规模的集体突然死事件发生了 原来 宫亲们为了恐吓日本A 不惜让宫女离子下令炸了自家的平民区域 还将剩余活着的人们当作人质 不幸终止大幸事 武器专家活了下来 秦力父亲叫来的针 已经拥有传送装置的阿正 递给他们一把特制的枪 四枪能破坏宫女及其连接者的大脑 以此强行切断共感 缺点是 一枪只有一发子弹 因此必须在关键时刻才能使用 来到隐蔽的房间 珍看见了完好无损的秦力 因为接受不了女儿的死 秦力父亲一直用机器强行维持秦力的肉体生命 他告诉珍 每一位父亲都爱着自己的孩子 珍的父亲生前一直疯狂研究着的 其实是切断两个世界连接的方法 并且在死前已经得到了结论 当晚 珍与阿正触息长谈 意识到父亲沉溺工作 其实是因为害怕他也会像母亲一样突然死去 发现父亲无论在哪一个世界都爱着他 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完成父亲的遗愿 启用父亲发明的传送装置 阿正带珍以及李子抵达了日本壁 这里除了皇宫 四周都是破落衰败的样子 基于庶民连在夜晚外出都是重罪 所以他们在没人告密的情况下 顺利溜进了皇宫 有阿正带着人形兵器引开士兵 珍与梅子溜进皇宫找出下人宫女 来到大殿 他们发现梅子果然就是现任宫女 眼看他也完全被公亲们操控 梅子不得也与之姐妹相残 偏偏与所有公亲进行了共感的梅子得到强化 以至梅子被打得节节败退 梅子守在这里不为别的 正是为了把整个皇宫传送到日本A实施君王统治 伴随着传送装饰的准备完成 整座皇宫逐步被传送到了新宿 阿正带着兵器冲入宫殿 与梅子联手对付梅子 侦测机将仅有的一发子弹向梅子打去 结果直接就被防护罩给挡了下来 让梅子想不到的是 枪虽然只有一发子弹 但枪其实共有两把 另一把就在阿正手上 仗着人多 四人开始实施游走型突袭 把握机会 梅子一约上前突破防护罩 梅子反应过来 迅速瞄准正在举枪的阿正 然而 枪早在刚才就悄悄换到了真的手里 梅子被子弹打中的当下 连接着他的公爵瞬间挠死 王公一传出失败回到了日本币 日本A胜出了这场战争 故事的尾声 历史因为脑内残存的攻心数据神智混乱 梅子不得以动手将他恢复出场设置 曾利用复兴给出的方法 将两个世界的连接断开 从今以后 与阿正再也没见过面 在那以后 世界再也没有发生过自然死 这底放下仇恨的阿正 到秦子的坟前献上花朵 秦丽因为一直被父亲维持着生命 在与日本币断开后得以苏醒 第三次 针对他的告白成功了 故事结束